玫瑰香味与少女很搭哟 10月29日 宋茜作为代言人 亮相某高端喜护品牌 上海快闪店 化身调香师 为嘉宾们亲手调制香氛 并分享了喜护产品的选择心得 以及自己最爱的香氛味道 我觉得香味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这就是成分要天然 我觉得香氛对于女孩来说 就像闺蜜一样吧 因为女孩子都喜欢香香的味道 香香的味道能够让人非常的开心 很放松 到时候喜欢的话 那我就最喜欢保佳丽 玫瑰香氛的味道了 当天宋茜穿着火炼鸟色羽毛上衣 显得仙气十足 与现场满腔玫瑰的布置相呼应 看着美人美景 玫瑰香气就呼之欲出了 这次的经验造型还一度登上热搜 看来大家都非常喜欢呀 近期有关宋茜的讨论 热度一直很高 除了造型穿搭 她主演的她其实没有那么爱你 也是收获了极高的关注度 接受采访时 宋茜也是大方分享了剧中角色 了解工作还表示想挑战反派角色呢 美人饰演反派一定很有看点吧 她是一个比较大大咧咧 风风火火的一个人 非常的感性 非常的有正义感 这样一个女孩 有很多啊 没有尝试过这样尝试 像是反派 有机会的话我一样尝试一下 会还是会以演戏为主啦 但是有好的机会 有其他尝试的 或者是可以挑战的东西 我也会去尝试的 多挑战多尝试上海报道